国理经社英国纪事级身体疾病问题系列 身体疾病大肠肿瘤切除 以下是彰化县西周乡陈师兄的字述 我的爷爷今年八十多岁 从小他就雾蒙而且相当的节俭 前几年他得知大肠那边长了一颗良性肿瘤 但当时并没有去处理它 最近发现肿瘤已经大到堵塞了三分之二的大肠 使得排便上产生困难 逼不得已只好决定动刀切除肿瘤 手术前我到牟尼经社请示佛菩萨 想问爷爷的病况 毕竟他也八十多岁了 不知道开刀后情况会如何 佛菩萨慈悲明示 爷爷的病状有因果业障干扰 时间是宋朝 当时爷爷也是一位门夫 某次他外出工作 但家中所饲养的牲畜却没有关好 溜了出来 跑到隔壁邻居田中吃了许多农作物 事后邻居发现了 跑来理论 两人因此发生口角 后来爷爷因为一时气不过 拿起锄头往对方腹部猛力一击 使得对方偿腹受重伤 埋怨在心 以上便是宋朝时所结下的因果 佛菩萨慈悲明示 爷爷需要真诚地忏悔 并要念诵金刚经 药师经 地藏经 各十二遍 回向业主菩萨 以消除这段因果 佛菩萨也明示 爷爷的大限将至 如果这一关过得去 尚可再延寿三年 我得之后 心里也十分忧心 不知道怎么跟不信佛的爷爷开口 但看到爷爷于开刀前 已经在交代后事 心里难过 便鼓起勇气 告诉他所有的因果业有 我告诉他 爷爷 我今天去西州一个道场 帮你问一下这次开刀的情况 您今天之所以会生这个病 原因是宋朝时 以下如佛菩萨开始内容 我知道您不会念经 但您不用担心 诵经我们帮您 但忏悔 你要自己来 越是诚心 对方越不会干扰您 而且这个道场 他们不收钱 纯粹是义无助人 没有理由会骗人 请您要相信 并且忏悔 我并未提及大献 跟严寿三年的事情 感恩佛菩萨加持 爷爷听进去了 他连忙去买香 供于家中的佛堂 并于开刀前 每日都焚香 向业主菩萨忏悔 我们和家一同努力 在爷爷开刀前 将经文念诵完毕 并且买屋放生 最后完成回向 后来爷爷开刀 切除了23公分的大肠 过程一切顺利 而切除的大肠肿瘤 后来经过化验 已经转变成恶性肿瘤 还好及时动刀 没有使其扩散 有了这次经验 我发现人生真的是无常 一场意外 一次生病等 就可以轻易地夺走生命 阿伯告诉我 赶快劝爷爷 行善念佛 有很多人都因此而言受 阿伯举了一个例子 先前有位医生 被诊断出肝癌末期 寿命剩下三个月 在人生绝望之际 受到慈悸证言上人邀请 请他协助建设花莲的医院 他接受邀约 但当时雪山隧道尚未完工 他只好忍着病痛 驾车往返台北花莲 协助建设医院 过了五年 在医生的热心帮助下 医院终于完工了 医生不久之后 便逝世了 算一算 从这位医生被诊断出 癌症末期 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 到医院完工后 安详去世 一共过了五年三个月 这算是延寿了五年 而且完成医院后 肯定也是功德无量呀 这个例子证明 念佛根行善 确实可以延寿 希望在盛下的时光 能让爷爷 有机会接触到佛法 真心地希望爷爷能延寿 并在舍报时 能蒙阿弥陀佛 接引往西方极乐世界 那才是真正的延寿 与佛同寿 极乐世界第一德 无量寿 寿命无穷无尽 自己的家人 往往都很难度 但也不能只顾自己 家人都放着 都不度 如果现在时间点不对 那么 多说也无益 不如就先放在心中 然后与每次做善事 或是念佛 念经时 观想家人 也在一旁共修 请佛菩萨加持 并制造机缘 希望家人 可以早日开悟 当然 也别忘了自己 要好好认真的修持 才有机会感动家人 净空法师说 自己都实践了 才教别人怎么做 那叫圣人 先教别人怎么做 自己才去实践 那叫闲人 教别人怎么做 自己都没做 那叫骗人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 看到没医生 有神 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